我真的就是文三聚的苦主 先回應一下 我剛好有帶資料來 剛剛吳議員說 我們只分了兩個時段 就是我們文三聚總共四十三個里 全部都在萬方高中 派駐萬方議員的團隊去施打 那一個就分成十六號 十七號 兩天各有二十幾個里要去施打 那可能是上千人 再加上家屬 可能會有這個大群聚的狀況 明天就要開始 我們非常的擔心 那我們實際上在在執行 所以兩天要打多少人 兩天 我們這樣子 總共臺北市有兩萬六千多個 八十五歲以上的長輩 平均一個行政區 大概可能會有大概三千人 一天可能就有一千多人 聚在一起 聚在一起 再加上他們的家屬 因為我聽到非常多的家屬 因為長輩可能八十幾歲 甚至九十幾歲 甚至是百歲人瑞 那很擔心他出去會出狀況 所以可能是兒子 媳婦 孫子 大家互駕 開車過去 因為我們的施打的地方 叫做萬方高中 萬方高中 他並不是在一個平地 我們很多長輩 如果抱持著說 我我用那個敬勞卡 搭公車去萬方 下車之後就可以輕易的打到 這是個錯誤 因為還要爬一個兩百公尺的好汗坡 才能到達萬方高中 身體不好 打不到疫苗 八十五歲 你就要爬兩百公尺 我就覺得說 那你這樣子 你到底是 你這個政策施打疫苗 還是你在辦銀髮族的運動會 一二三 八十五歲七跑 大家往上跑 我覺得不是這樣嘛 其實對於非常多的長輩來說 真的是會很困擾 對於家屬來說也是 那像我們知道這個狀況 我們就一一的跟民眾去宣導說 是這個狀況 你可能必須開車 應該怎麼樣 可是其實透過網路上預約的時候 我們施打電影在萬方高中 可是他的系統上面看到的是萬方醫院 並沒有看到萬方高中 所以 那我會先去萬方醫院 對 所以非常多網路 網路預約的民眾 應該是會跑錯地方 跑錯地方之後 然後再再轉過去旁邊的萬方高中 開始爬那個好汗坡 那萬方醫院到萬方高中有多遠 不遠 但是那個坡 那個我們可以爬看看 真的是很長 如果是我一般的年輕人 我們戴著口罩要走上去 其實就已經會喘了 更不用說八十幾歲 九十幾歲 甚至百歲人類 這樣子的長輩 他要上去 真的是非常的艱辛 所以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會做 這樣的規劃 我們昨天早上 十三號早上八點開放網路預約 但是我們一直等到下午三點 才接到民政局的通知說通知單可以發了 我昨天一路發到晚上七點多 但是大家都已經預約完了 我發的這個 接近兩百份的通知單裡面 可能有一半都已經透過網路預約 根本不需要這個通知單 所以我今天反而接到電話說 你知道我已經網路預約了 我怎麼信箱裡面 我怎麼又收到這個通知單 是什麼意思 到底是什麼狀況呢 為什麼我預約的是某某診所 可是他叫我去萬方高中 什麼狀況呢 民眾其實被搞得無沙沙 那為什麼這樣的雙軌制會出現在台北市 其實讓許多的民眾都很不解 好這個是柯文哲的解釋 剛剛吳議員有說 說欸65歲以上打流感疫苗 那個不曉得打幾次了嘛 對不對 所以那個系統是在的 可是現在這個疫苗系統打成這麼亂 柯文哲說哎呦第一次嗎 我沒有辦法得到第一次就五顆星啦 方老師 柯文哲上任到市長為止 他什麼事情得過五顆星的 他也是五顆星市的市長嗎 遠見雜誌民調 他每一次都是敬陪莫座 他好意思講啊 好像說我其他次都五顆星 這件事有點不太 沒有五顆星 拍誰啦 你所有的市政到目前為止 你有什麼好的表現 你除了每天從五月十五號開始 每天下午開記者會 在那邊酸陳時鐘 你用五顆星之外 我請問你 你到底做了什麼 所以我必須要講啊 今天真的是降帥無能 淚死三軍 我們台灣最厲害的就是我們的護震系統 我們的護震系統從日治時代就流到現在為止 我們而且都已經數位化了 我之前要戶籍 我本來的戶籍在金門 我要調資料 我在台北就可以調資料 我們是全國都連線的 這麼好的一個東西 這麼好一個系統 而且我們的護震人員 非常的綿密 而且都非常的用心 這麼好的一個東西你不去用 你捨盡求援 你認為這個造冊很落伍 你以為造冊是挨家挨戶 拿那個戶口名簿來造冊嗎 全部都已經數位化了嘛 所以他瞧不起造冊 他認為他要搞這個 數位優先 對這個時候還在跟我們講 國家進步數位城市 我的媽85歲已經不能用長者來形容 其實柯文哲嘴巴講說不要造冊 但是他其實到最後一刻他還是造冊 我們的通知單並不是只是一張公版的 是已經套用每個人的名字 他最後還是造冊 嘴巴說不要 可是身體其實最後一刻挺誠實的 所以他只是嘴巴說一說 他要跟其他縣市不一樣 不然我怎麼叫柯文哲 我柯文哲是靠網路起家的 當初沒有網路把他拱起來 他那個時候可以高票當選台北市長 所以他迷信網路聲量 哪怕他最近以來一直罵陳時中 其實很多人是負面聲量 他還是很就意 我都聲量起來了 所以我這個時候我不能跟各縣市一樣 否則我這樣不是太墮落了 我一定要數位化 還是什麼QR call 虧你想得出來 高雄市是用計程車去載這些長者去注射 台北市民眼巴巴的明天早上去排隊去群聚 我們這次的這個疫情最麻煩就是很多長者 為什麼網生特別多 免疫能力差 你這樣家們不分流 一大堆人頂著大太陽 然後還要剛剛講到到外方高中去 還要爬好汗坡 你這不是在折騰人嗎 而且這些老人家都很多都有外籍康復 還有家人要推的輪椅 消通不方便 你還讓他們聚集在那邊 這兩天天氣都不知道三十幾度 艷陽高照 我覺得這樣的做法 你乾脆你也不用趕了 反正疫情落後了 你落後就算了 你讓大家分批次 我再問一個實際的問題 再請教吳議員 就是說我是85倍的長者 那假如說這個診所只分配到200劑 會不會去的人是300個人 所以有些人等了四小時還等不到 他每一個診所台北市 我去問衛生局 我說你到底配多少 因為預約第一天 早上八點開始對不對 八點半萬華的診所通通額滿 我說你到底一個診所配多少劑 為什麼八點半小時就額滿了呢 最後他說一個診所配90劑 所以數量是有固定的 可是診所大小不一樣 對 但他固定 所以我說 那我們萬華現在診所都額滿 八點半我現在民眾怎麼辦 請他們跨區預約 他說我們其他區的診所都還有數量 請他們跨區預約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數量 所以我還要再去搜尋看哪一些事 你過去去別區看看診所 現在不是叫大家不要移動嗎 我們現在還跨區咧 我去算了一下 他這個我比要萬華區中正區 文山跟大安區的這個數量 他的醫院配的記者網上都有公告 比如說我們萬華只有兩個 我們沒有大型醫院 兩個醫院 人際醫院 然後跟你的醫院醫院 只配400劑 然後每個診所90劑 八間診所加起來720劑 然後他的聯誼自己的門診120劑 所以萬華加起來 總共診所醫院只有1240劑 萬華85歲以上的長子有多少 將近5000人 所以剩下的這將近4000人怎麼辦 他們都要跨區預約 他們跟我們說 台大醫院也很近 和平醫院也很近 確實很近沒有錯 但是我們整個疫苗施打 尤其是長輩 我們一開始的初衷 你就應該是讓他們可以就近 方便施打 你如果沒辦法就近 你要安排接駁 所以我回到的問題是 那萬華就去北投 他說請你快去 所以我就回到問題是說 這個柯市長 他完全活在他們媒體事務組 這些發言人的身邊 他沒有去尊重 台北市公務系統裡面 這些基層公務員的專業 大家動物園都知道怎麼做 高雄喊出來的口號是說 免排隊 免預約 然後一定打得到 所以高雄告訴我們 他這次不是要打搶塊 他是要打得讓長者可以安心 可是我們台北市 他不是從長者如何可以比較方便 而且安全的施打 我出發點在思考 他思考的是 我客人只要拿到一個 我是智慧數位程式的這個形象 他想的是他自己 而不是我們這些長者 我們這些基層 我們的這些診所 大家如何執行起來比較方便